大家好,歡迎來到粵語娛樂。 林,他的名堂不只是因為根王中澤、吳卓希、陳建峰和馬國明齊名TVB五小生那些事, 你知不知林來頭不細,原來他是那些超級有錢仔。 如果娛樂圈打滾得不好的話, 走老返家接手那座龍寶般的家業都是吳食淡之聲那種, 在演藝生涯多年來,雖然不是每部作品都令人睜目, 但他果是飄逸瀟灑,土花園人。 舊愛個個都是女神級人馬,真是令人羨慕得來到落咀。 林元名林日鋒,1979年生在廈門, 兩歲就隨家移居到我們的美麗香港。 童年的林就已經敏約非凡, 但他阿爺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 阿爺又是一位哲學博士,後來改行做生意。 在房地產行業有廈門李嘉誠的美譽。 身為那個家族長孫, 林至少就被寄予父母厚望, 獲得最佳教育的人。 隔離林不單止要讀書, 還要磨練自身才華。 他被人提早開始學單皇館和結他, 積極參加學校活動。 當時在香港青少年朗中比賽都獲得第一名。 現在反轉頭, 林十二歲那年去了上海學唱歌。 Mentor有國家一級女高音朱馮波和一級男高音斯洪惡, 磨練多元化音樂才華。 朱老師當年都說林天分異常的, 以為他將來音樂劇靈魂可以實現大躍進。 但是林心裏面, 真是更加不捨棄果流行音樂。 而且, 在香港林的音樂師父是著名的大師聰。 他有香港音樂教父之情, 打造了很多紅星, 包括這亭風。 又是時候, 看下林十七歲那時, 他正式踏入了廈門大學建築系, 由於盡浪多金, 一直是些女仔眼中的焦點。 林在大學歌唱比賽中獲得冠軍, 他唱的《愛是永恆》火騙了全廈門, 還參加了電台節目。 一次機緣巧合, 保麗金唱片公司老闆聽過他唱歌, 更欣賞, 更想和他簽約。 但家族人說他小小過, 他絕了這個提議, 他們其實想要林集中讀書, 等個天可以順利接管家業。 這樣, 林錯過了第一次出讀機會。 不過命中定他一定要揮灑在演藝圈。 在讀了《大義》之後, 他轉去了美國南加州大學, 繼續讀建築, 兼收音樂。 見他唱歌的水平很高, 連音樂系教授都大讚他, 建議他主攻音樂。 但林不單喜歡唱歌, 也真是喜歡表演。 教授的話給了他很多啟發, 最後他決定放棄學業。 反香港投身娛樂圈。 當時林毅然決然, 加上之前出到機會流失的經歷。 家庭方面就沒有再反對。 1999年的時候, 林加入了TVB 藝運進修班。 同期同學還有揚儀。 半年訓練完成之後, 林在家待了兩個月, 後來由於普通話說得好, 就被TVB 選擇做了主持人和記者。 訪過不少歌壇《天王天后》, 比如張國榮和王菲。 這段時間, TVB 都給了林一些小角色。 他在《迫血劍》、 《狀王宋世傑》、《創世紀》等劇集中飾演過《保鏢》, 《視應生》、《獄境》等角色。 那麼多年來林豐的星徒, 可以用步步高星來營養。 但他並沒有憑加勢取得什麼短度直行的便利。 一次都是靠自己一步一腳印爬上去, 看得出來真是很不容易。 就好像風哥自己憶術, 那時一天只有三五個小時睡覺的時間。 醒了就反攻, 有那些閒的頓都離得及這麼快睡著了。 一轉眼, 講到2001年那段努假, 林豐和李彩華合作那套別戀, 拍攝期間兩人之間那些小道消息, 就如同煲劇的情節一樣, 引人入勝。 有講有笑之間, 林對李彩華那份細心臭, 令兩人關係急轉直下, 成為傳媒眼中的佳話。 懂得做的朋友還想知道, 剛巧那時大家都仍是新進的小花小草, 媒體還未將守光那個尾光燈蓋住他們那麼密。 不過那段爆煲就是, 李彩華未久後就轉戰內地,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演的《回家的誘惑》。 後來是去到2019年那下, 幾經轉折, 李彩華孫元芬。 話說新歡是讚內地的商人, 拜了轉頭, 看返林豐那邊, 擺脫了《情愛前面》之後, 在拍了《沉秦記》《在生緣》 和《律政新人王》之後, 拍來拍去, 人氣一飛沖天。 只不過, 風哥和再生緣的女主角葉璇交流得再濃厚些, 還去了酒吧放浪形骸下, 但最後都澄清說, 兩人只是朋友關係霸誌。 跟著2004年, 25歲林豐憑著大堂雙龍轉火過天, 另一位男主角吳卓希都一樣人氣爆棚。 香港的娛樂圈, 感情生活多彩多姿是家常便飯。 林豐又和唐森豐報的女性鍾佳欣傳出那些趣事。 雖然無名說, 但據文這段傳文久前了四年之久。 話實話, 林豐事業上的侯士, 現在正值高峰期而已。 鍾佳欣都不是坐以待斃。 後來他和前男友五韻龍結束多年戀情後, 轉身和加拿大佬結婚生子。 一直以來, 風哥身邊的情感騷動, 微言大意。 不過到2011年, 林豐好像是潘雙雙這個書籍特別版身上, 搭了些小膠白鑽。 拍翡翠明珠那時, 兩人私底下的色彩豐富。 激情親密, 就是因為潘雙雙那時好像翻版書籍那樣, 魅力四射飆高林豐的愛火。 兩人神秘的戀情, 終於在一次不明白這樣的機緣巧合下, 被想計撈料的港媒撈到補。 林豐面對訪問時, 無奈地說, 兩人已經分了兩月, 彼此真心真意。 但就是在家長意見不合這個問題上難以共識。 對於照片突如其來的曝光, 兩人都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盼望這場聲浪快點過去。 而坦白說, 林豐當時真是受到重擊, 你看他談起那副模樣, 都幾可憐的。 但是, 實情如何? 潘雙雙之後還衍生過林豐的豪華公寓, 甚至有門外看之衛的搞作, 還爆出求婚和接吻的新聞。 聽見就算不信的, 林豐的經紀公司名記了。 如果不截斷傷心, 就準備冷藏它。 講回來了一句年年正的線索, 說這對原本愛德火熱的一對 最後因為事業發展的問題各分東西, 愛成的路, 聊得人似火純青, 冷得的時候卻又如冰冷極點。 林豐與潘雙雙的過往 總會在香港這個娛樂茶餘飯後的話題中住一席之地。 娛樂圈總有這樣的傳奇和揣測, 構成了一幅幅精彩絕倫的畫卷。 提到他們之間的愛恨情仇, 潘雙雙很明顯是未能夠放過林。 而林父親對潘雙雙的印象都不是太好。 潘雙雙聲稱手裡有他們私生活混亂的證據。 當眾網民想要揭開真相的時候, 潘雙雙卻又將自己的信息刪走, 令人覺得又心虛感。 不過, 林似乎並不想再和潘雙雙扯上關係。 他之後不久就開始了新的浪漫生活。 來講下, 2012年, 林和吳千宇共同出演的電影《男人如衣服》中, 真是演出了反而拿了個真感情來。 當時吳千宇年紀輕輕, 只有19歲, 而林則是成熟的33歲。 林這次在感情上的坦率, 和之前的保守態度完全不同。 廣媒對於這段戀情的看法都幾獨特。 他們甚至在林和吳千宇的照片上, 加了粗體字, 標出林一句句的愛戀宣言些。 分手後, 林一個戰報, 就參加了屋企安排的雙親。 雙親對象就是內地毛特張興月。 張興月從內地, 懂得找機會從而約上新高度, 兩人火速發展起來。 到了2019年, 兩人在大家眼前迎取了, 住入全民中送給吳千宇的豪宅。 到那時那些人先後知道, 原來那些豪華的禮物連一個都不是給吳千宇。 吳千宇可能真是有點怨。 由19歲開始和林談戀愛, 之後就專注在事業上面。 但分手後又再次逃入了演藝事業。 林轉身雙親, 結婚生女之後, 就變了個好好爸爸。 還成了家庭好男人的典範。 提到林和吳千宇的關係, 網民一直都持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分手之後, 林和張興月雙親的消息一出, 那些粉絲反應就更加激烈。 甚至有些粉絲認為張興月的學歷不夠, 懷疑她靠整容上位。 不過, 無所謂給外界點看, 林和張興月都過得很幸福。 來到節目的末段, 都想再提一次, 林不論是感情路上, 還是個人私生活上, 一直都緊握著媒體的焦點。 那, 分享完今天的內容, 希望各位觀眾都開心啦。 如果你們有什麼看法, 記得在下面留言討論。 下次節目再見啦。